草帽大师解答修坟一问 你好 什么是修坟 修坟就是我们发现到 我们的祖先的坟墓那边有裂痕 或者有一些日暴了 有一些颜色跑颜色了 所以我们要做回修回 为什么需要修坟 修坟就是好像风水破了的意思 就是好像我们家宅的风水 不管你改变的机好 你帮了什么吹柴水 纳了什么气 举旺的好 然后你的家门爆 或者你的厨房的罩爆了 都一定要去修挂 没有的话就会破财 什么时候修坟最好 最好的修坟的时间是 还没清明之前要修好 清明去拜的时候是最好的 如果扫墓时才发现需要修坟 应该怎么办 如果在清明的时候才发现 你的坟墓有裂痕 或者是有一些日暴 不好的现象的时候 你就要请一个阴宅的师傅 专业的帮你做 折一个好的日 它这个折日不是普通的折日 不可以说你看到通圣 或者通书就可以折 它阴宅折日是不一样的 所以必须要找一个阴宅的师傅 专业的来帮你 如果修坟不要折日可以吗 如果没有折日的话要看你的运气 你的运气如果不好的话 你一修下去你的死寸全部会中凶杀 严重来讲可能会拿人命 人命关天 如果普通来讲可能是血光之灾 有一些比较修下去 发现坟墓有破裂可以等明年清明才修坟吗 不能等最好 怕等一下有事情的时候就麻烦了 已经超过有一年有事情了 如果没有修坟会发生什么事 坟墓裂痕可以勘察出影响哪一带对吗 没错 那个是要专业的师傅才可以跟你分享 要看到你的坟墓才可以分享到哪一带的忍重 可以分出男和女 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最好还没有去清明之前 我们要去检查我们的祖先的坟墓 看有什么问题 不管他几代都好 都要检查好 你可以败得到了 都要清洁 都要好 全部起清洁 他的颜色 一些日 妥色 全部都要做好 这个是先准备 那是最好 那当你清明的时候 你去拜的时候 祖先也很开心 然后孕也很好 所以会保护到祖先 顺顺利利一带船一带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